其實過去香港人的收入比較上低 特別在沒有最低的工資底下 很多的打工仔收入是二、三千元左右 雖然現在最近就要最低的工資成立 不過再次貧窮問題仍然非常嚴重 因為這個家庭如果只是拿最低的工資的話 它可能要照顧三、四個人的話 其實根本是不能應付得到的 所以其實政府應該做一個家庭收入的補貼 就是說如果家庭收入達不到某個水平的話 就應該政府補貼給它 就等於收稅一樣 給稅的話 如果家庭收入高的某數字就給稅 如果低的某數字的話 就應該是政府給它一些錢支援 令到它家庭收入得到水平的時候 這個貧窮問題就可以解決了